2023年以来,我国与多国缔结互免签证协定,并对部分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。 72或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,也已增至54国。 这样的开放政策吸引了不少本就对中国好奇的外国游客来亲眼观察、亲身体验。 英国旅游博主瑞安和本夫妇就是其中之一。 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免签政策,今年5月上旬,英国旅游博主瑞安和本夫妇从泰国直飞北京。 六天时间里,从摩登现代的CBD到古典传统的潘家园,公交地铁,共享单车,特色小吃,奶茶甜点,他们一一打卡。 而通过视频,他们也向海外网友们分享了这趟中国之行的种种真实感受。 已经回到英国的本, 近期接受了我们的远程视频采访,他用三个关键词来描述此次中国之行的感受。 六天时间不长,瑞安和本安排得满满当当,想尽量丰富在中国的体验。 他们探访本地超市,品尝中国连锁品牌的咖啡与冰淇淋,甚至行走在凌晨三四点的北京街头。 在瑞安和本的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,他们在北京的相关视频获得了不少外国网友的点赞。 有在中国生活了14年的美国网友留言说,尽情享受不用担心,你们会很安全。 也有英国网友表示,我太喜欢你们的中国系列了,中国看上去非常现代,物价不贵。 想象一下,如果在英国只需要22便是,约合人民币两元就能买到一个圆筒冰淇淋,购买的人能从英国排到中国。 比方说,我们正在中国正南越岛的航难以自己访意。 我们要旅行观察,显然想看语尾山,然后看到大多数字。 更为例,我们也想看一些地方的地方。 我们只想看一些地方,我们认为新疆方面,有很大地方,很自然地想看见更多。 我们只想看,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在韩国,中国是很大地方, 美国的地方。